丫头明天又要离开省城了 这次武林市的武林师范学院出了一点小问题 要赶去看看 两三天之内就能回来 回来之后就不用再去跑其他地方了 安心地等着春节前去京城一家团聚了 林锦红向丫头汇报行程 由于她解开了心结语气如常 丫头倒没有发现什么 她笑了笑 是不是又跟她在一起啊 哥 你的艳符好像不浅哦 不要中了美人计哦 林锦红苦笑着捏了一下她的鼻子 又拥着她完成了一个长吻 才起身离开客厅前去浴室洗澡 一夜无事 第二天林锦红吃过早点 到隔壁找来周猛 让她开车跟着自己去武林 周猛见林锦红如此郑重其事地交代 知道事情应该不小 随宁重地点了点头 一辆大奔 一辆红旗名士一前一后离开了小区 红旗名士离开小区后 直接绕出了城区 在前往武林的高速路口等着 而林锦红的大奔进入省教育厅 在省教育厅耽搁了一些时间 才和黄庭上了大奔 离开了省城 林锦红的大奔上了高速后不久 周猛的红旗名士也跟着上了高速 大约保持着一百米左右的距离 反正这不是跟踪 也不怕被别人发现 因此倒不用刻意隐藏 也不用刻意保持距离 林锦红通过观后镜 看到了周猛的红旗名士 嘴边露出一丝笑意 如果周猛在后面看着 自己应该不会特地去注意车后的动静 只需要注意前面的车辆就可以了 再说小鹤脸只是说 这几天自己会有杀身之祸 不宜难行 而没有确定说难行 就会遭受杀身之祸 上车之后就板着一张脸 差点让林锦红忘记他存在的黄庭 此时突然问了一句 你笑什么 林锦红嗡了一声 看了他一眼 没什么 只是想起好笑的事情就笑了 林锦红给出了一个公式化的回答 他想了一想 又道 这次你真的不应该来武陵 为什么 就因为我是女的 黄庭很不服气的道 脸上也越来越多的冷意 林锦红无语 难道武陵有很多黄金 自己阻止他去挖黄金吗 不然不至于这么冰冷冷的吧 林锦红无奈地摇头 如果有人说 我这次武陵之行有杀身之祸 你会相信吗 你还敢这么肯定的 非要跟着我去武陵市吗 他干脆直说 他可不想因为这些小事 使得改善了许多的两人关系 再次出现隔阂 两个正副手像是生死仇敌似的 那今后的工作还如何开展呢 黄庭眼中闪过一丝狐疑之色 接着又不屑地冷笑了几声 转过头去看向车窗外 编吧 你就编吧 谁会相信这种无稽之谈呢 你是党员同志 竟然也会相信这个 虽然他嘴上说得很不屑 但心中却有了一丝感动 林景洪始终 也是为了自己的安全着想 才不让自己跟着他去武陵市的吧 不对 既然他知道自己有杀身之祸了 刚才竟然还笑得这么开心 而且他也可以拒绝来武陵市啊 黄庭忽然发现 自己的脑袋不够用了 上高速大约一个多小时之后 林景洪在一处服务区停车 换作黄庭来开车 他虽然解开了心结 但是保持必要的警惕还是需要的 开车时间过长 就会使身体处于疲惫状况 更别论警惕了 因此他选择让黄庭来开车 他自己半眯着眼假妹 如鹰式的眼神 却时刻注意着来往的车辆 一路平安地到达武陵市 林景洪和黄庭在车上商量了一下 该如何着手调查的事情 林景洪最后决定 直接绕过武陵市教育局 前往武陵师范学院 这样直接的调查材料更详实 可信度也更高 当然所花的时间 不可避免的会长一点 黄庭虽然同意了林景洪的决定 但对林景洪刚才说的话 却更加怀疑了 明知道在武陵有杀身之祸 应该是尽量节约时间 早点离开武陵才是上策 林景洪反而一点也不着急 这像是一个明知自己 有杀身之祸的人吗 黄庭不由自主地 瞪了一眼林景洪 嘴里嘟囔着骗子两个字 武陵师范学院并不在市区 而是位于距离武陵市 四五十公里左右的 远林县级市中 这几年中央提出教育改革 前年教育部又推出大学扩招 大学扩招的结果 就是各类大学的扩建 这武陵师范学院 显然也是属于跟风之流 学校的面积大的惊人 占地面积将近两千多亩 比国外好多世界级名校的校园都要大 四周打着高高的围墙 正门位于正东方向很有气派 门口熠熠生辉的 武陵师范学院六个字苍尽有力 据说是出自当代著名的书法家之首 林锦宏上次看过这六个字 也没做评价 学校禁止通行外部车辆 如出租车 微型车之类的进入学校 都要在校围那登记 然后换上一个临时通行证 不过私家车例外 可以随意进出校门 更别提林锦宏这辆大奔了 门口的几个校位 一看着大奔便将头缩回去了 在大奔过去后 周猛的红七名士也跟着进了校园 沿着宽敞的沥青柏油路 两旁都是高挺的大树 以及花坛草坪 清香的空气扑入车中钻入鼻孔 令人神清气爽 学校到处都是绿色 也是占着这么大的地儿 而在校师生不足七千人 根本用不了这么多的地方 只能种些花草树木 搞些奇山怪石 或者造个人工湖 美约齐名爱青岛之类的 学校立志要将武林师范学院 打造成花园似的大学城 志气很大 这也是目前国内大学 普遍存在的问题 搞学校倒成了名副其实的园丁了 每日侍奉花花草草 不注重提高教学质量 不注重提高学生思想道德水平 只能用舍本竹墨 这四个字来形容这种大智 林景洪找了个教学楼 将车子停在楼下的停车场里 反正每栋教学楼都是有停车场的 方便学生停放自行车和老师放自己的私家车 现在的大多数学生上大学期间倒不会开车来 两人推开车门下车 一阵刺耳的铃声响起 林景洪看了一下时间 算算该是差不多到上午放学时间了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林景洪暗自感叹了一句 果然一堆男男女女的学生嘻嘻哈哈地从楼上下来 各自向自己的自行车奔去 林景洪去准时机来到几个勾肩搭背的男生前 几位同学 不好意思 我们今天刚转来学校 还不知道食堂在哪 能不能跟着你们一起去 中午我请了 林景洪说着 指了一下旁边的黄婷道 林景洪虽然已经三十岁 但看上去跟那些学生到差不多的年纪 说自己是学生 那几个男生都没有怀疑 而黄婷更不用说了 他身上还带着一股子书卷子气呢 标准的大学女生 当然 衣服穿得太高档了一点 几个男生 上下打量了一下林景洪 又将视线落在黄婷身上 众人眼前一亮 其中一人更是拍了一下林景洪的肩膀 哥们 那美女是你马子吧 正点呢 别说你请不请客的 估计你们刚来学校也没犯卡 中午我请你们 大家就当是交个朋友 他说话大嗓门 站在一旁的黄婷显然是听到了 转过头去 脸上浮现一抹红韵 也没去否认 在心中他自我安慰着 这都是为了工作 就便宜他一次了 同时他对林景洪的随机应变能力 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这个男人脑袋中装的东西 实在太令人难以相信了 一行五人向着食堂而去 路上那大嗓门问林景洪和黄婷二人 对了 你们以前是哪个学校的 怎么会转校来我们学校呢 大学里转学不常见 而且手续繁琐 需要教育局的批准才行 怪不得大嗓门会这么问呢 以前是潭州大学的 那里的专业不合适 就只好转到这里来了 林景洪随意地回答道 应付这些他是小菜一碟 说起谎来眼睛都不眨一下 武陵师范学院的食堂有三个 林景洪几个人去的是西区食堂 专门供应西区学生用餐 西区食堂也是香省小吃的会集地 因此西区食堂的人流量也相当大 林景洪五人到达西区食堂后 静止上了二楼 大嗓门介绍 上二楼是因为这里可以炒菜 味道要稍微好点 楼下的饭菜都是大锅饭里鼓到出来的 能有什么味道 那才叫怪的 找了一张桌子坐下 一个服务员上来 大嗓门也不拿菜单 扯开了嗓子就喊了四五道菜 甚是熟人 显然经常来这里吃饭 酒是没叫 每人要了一杯果汁或者牛奶 吃到一半 不等林景洪和黄婷问起 其他三人便主动说起 前几日静坐示威的事情 林景洪和黄婷两人对视一眼 倒省了一番盘问 说话的主要是那个大嗓门 说得很大声 林景洪听了一会儿 心中已然有数 和朱正和跟自己说的没有什么区别 看来是确有其事了 而且听那个大嗓门说 那些参加静坐的大四学生 个个都受到了学校的处理 几个组织者甚至被借机开除了学籍 其他的人则被取消了分配资格 这些处罚是不是真的 林景洪还不知道 林景洪要想确定 还非得去找校方 或者是那些学生本人了解才行 林景洪默默听完之后 悄悄地询问了几句 那大嗓门回答了几句 然后私下看了一下 压低了声音道 嘘小令 这件事千万不要传出去 现在学校下了风口令呢 谁在传谣就要处理谁 林景洪无语 刚才大嗓门的大喊大叫 学校估计整个二楼的人都已经听到了 现在却装模作样的 跟自己说要小心一点 学校估计也只是吓唬吓唬谁 难不成还真的要处理学生吗 林景洪又问了几句 于回问了几个大四学生的住处 林景洪对付几个还没有出校门的学生来说 实在是小菜一碟 三两下间 他已将所有的问题都弄得一清二楚 吃过午饭 林景洪表示要付钱 被大嗓门义正词言地拒绝了 说林景洪没有把他当朋友 林景洪笑了笑 给他留了一个电话号码 又告诉他 如果今后遇到什么难题解决不了 可以打电话找自己之类的话 尽管林景洪已经说得相当谦虚了 大嗓门还是不相信林景洪所说的话 不过林景洪给他的手机号码 倒是收下了 出了西区食堂 林景洪称自己还有点事情 和大嗓门及其他的两位同学分别 看着大嗓门三人离开 林景洪笑了一下 向身旁的黄婷说了句 很有意思的一个人 黄婷没有反驳 点了一下头 两人慢悠悠地 向大嗓学生所在的住处 壁区而去 来到壁区 这里的人显然少了许多 这个时候的大嗓学生 有很多已不在学校 而是在实习单位 或者是在准备论文 留校的当然也有 一路过来 大多学生都是成双入队的 有的甚至是大庭广众面前 搂搂抱抱在一起 林景洪已然见怪不怪 也懒得去评价这种事情 B6宿舍 稀稀疏疏的几个人进出宿舍 看到林景洪和黄婷两人出现在宿舍前 几个男生投来诧异的眼神 也有的是炽热的眼神 直往黄婷的身上投射 上了二楼 逮了几个男生问清楚后 直接向四楼而去 林景洪两人站在409宿舍门口 林景洪伸手 敲了敲门 敲了两久 也不见有人应答 正当林景洪两人 以为里面没有人 要转身走开时 一个戴着眼镜 双手捧着两个饭盒的男生 站在两人的跟前 一脸警惕地 看着林景洪和黄婷两人 上下打亮了一阵后问道 你们找谁 林景洪忙问 请问戴明德学生在吗 我们找他了解点事情 说不定能帮他解开 目前的窘境 希望让我们见见他 林景洪虽然没有亮出身份 但说得比较诚恳 那男生眼中 顿时闪过一丝喜色 不过很快的 喜色便悄然掩去 继而便被狐疑所代替 他再次打亮着林景洪和黄婷两人 两人虽然年轻 但是身上的气势 却很不一般 那男生又悄悄地 扶上了一丝希望 淡然地向林景洪道 跟我进来吧 戴明德估计正在睡觉 这几天他除了吃饭 就是上场睡觉了 这件事情对他的打击太大了 眼看就要毕业了 却被开除了学籍 四年就这样白白浪费了 落在谁的身上都受不了的 男生唠唠叨叨叨地拿出钥匙开门 进了宿舍里面跟别的男生宿舍没什么两样 整个一个猪圈似的 到处都是垃圾 无处落脚 大学男生的宿舍 如果在没有女生的光顾下 基本上就是这个德行 林景洪当初也经历过 黄婷一进入宿舍 便被那骨子酸臭味熏得眼鼻不已 秀眉微处 那男生不好意思的一笑 忙去打开阳台的门 放下饭盒 老大老大 快点下来吃饭了 有人找你 他们说能帮你解决问题 随着他的喊声 上床的随即传来了一个懒洋洋的声音 接着一个看上去黑黑瘦瘦的男生伸出头 看了林景洪和黄婷两人一眼 慢条思理地下来 他漠然地下来 坐在桌前打开饭盒 眼睛都没有看一下林景洪两人 另一个男生善善一笑 也没有说话 林景洪四周打亮了一眼 寝室里三张上下铺 能住六人 其他的床铺都已经收取被褥 只有两张床还铺着 估计整个寝室也就这两个学生住着 他的视线落在默默吃饭的戴明德身上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 很难相信眼前的这个男生 竟是那次静坐示威的组织者 这也再次论证了 人不可貌相这句话 戴明德同学 我们是省教育厅改革办公室的 这次来武林就是为了调查 你们学校发生的静坐示威事件 有几个问题 希望你能如实回答 这不但是帮助我们 也是帮助你自己 还有其他的那些同学 林景洪在一张空床上坐下 开门见山的 报出了自己的身份 以及来意 那个男生一听到林景洪的话 顿时慌的一下子站起来 手足无措的看着林景洪两人 他没有想到 看上去这么年轻的林景洪两人 竟是省教育厅的领导 这世界还真的有微服私访这样的事情 他们身边没有一个学校领导跟着 以前省教育厅的领导下来 哪次不是身后跟着一大批人呢 戴明德也不由自主地 停下了手中的筷子 缓缓地站起身子 省教育厅的牌子 在一个学生的心里 其分量可想而知 尽管他有勇气对抗学校的政策 但是省教育厅领导 显然不是他能够对抗得了的 林景洪见两人还有些怀疑 虽将自己的工作证掏出来 递给戴明德 这是我的工作证 我是真心想要帮助你们的 毕竟我也刚从学校出来没几年 心还是贴近你们的吧 他说完自我笑了一下 这些计划的关系的那些计划